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扎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月经是每个女性都会每个月经历的 那么在月经期间进行性生活有哪些危害呢? 一,引发痛经 月经期间如果进行性生活 女性的生殖器会冲血 会让月经量增多 会诱发痛经 经济也会延长 如果原先没有痛经的问题 在月经期间进行性生活 就会洗得痛经上门 二,诱发妇科炎症 月经期间进行性生活还不带安全套 细菌就很有可能通过性生活 进入到女性的阴道 细菌滋生繁殖 就很容易诱发妇科炎症 常见的有阴道炎 宫颈炎 盆腔炎等 不管是哪种炎症 都会让女性不好受 三,影响女性生育能力 在月经期间进行性生活 精子在子宫内膜受损部位 和溢出的血细胞相遇 或者直接进入到女性的血液当中 就有可能产生抗精子抗体 让女性不孕 这种不孕的情况叫做免疫性不孕 是由于免疫性因素导致的不孕 在所有的不孕症患者当中 占10%到30%的比例 四,增加得子宫内膜异味症的几率 女性在兴奋的时候子宫会收缩 就有可能把子宫内膜碎片挤到其他的部位 就会诱发子宫内膜异味症 子宫内膜异味症是一种会影响到 女性生育能力的疾病 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没了下班后 记住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